那個館長也接待我 整個看過之後他給我一些企劃書 那我發現就是說 我看完那個企劃書 而且看完這個展覽之後 我發現說我們工廠 應該可以提供比他們更豐富 因為他們是一個公家單位 所以他們所有裡面的材料 鋼琳大學有的材料 都是像當地兵松的一些鋼琴廠商去拿資料 那比較不方便 那既然我們公司是做樂器做鋼琴的話 那這些資料就在我們工廠裡面 所以我們取得方面蠻方便的 而且我們要做什麼樣的變更嗎 我們都自己有技術人員 那我們鋼琴大街頭 我這邊有分好幾項 幾乎每個模型都在介紹鋼琴裡面的其中一個功能 會有特性 譬如說我從我這邊介紹起 我這邊是講到說鋼琴的響板 他用到的是雲傘 美國 那響板他可以用很多種材料 雲傘是其中一種 那雲傘來到我們工廠之後 他一開始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工廠用木工機器會做裁切 把這個雲傘切成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 然後再把它焦合 焦合之後 再把它抱平再裁切之後 變成真正的一個長方形的一個想法 長方形的這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將來就是放在我們這個想法的背後 那這個想法做好之後 他後面還要再跟鐵條綠釘跟弦 把它結合起來變成一個張弦好的一個想法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特別做兩個模型 來介紹說響板 例如說這個是真正雲傘做的響板 這個都可以讓參觀的學生來體驗 共鳴的聲音 那這個中間有挖空 他除了這兩邊有以外 中間挖空 共鳴的聲音就沒有那麼多 這個都可以讓學生來做體驗 那我這邊順便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鋼琴 他跟其他學歷器 像小提琴或吉他 有一個差別 比如說他們小提琴吉他 他沒有像這塊鐵骨 那小提琴吉他也都有像這種旋鈕 我們鋼琴是講條綠釘 旋、響板都有 他只是差一個沒有這種鐵骨 那因為說鋼琴 他總共88件 一個劍有的是一條弦 像低音步一條弦 沒有中高音的話就兩條弦三條弦 因為總共加起來要230條弦 所以他需要 那一條弦的張力 等於說那個張力 他大概是80公斤重 那230條弦的話大概20噸重 所以他需要有一個像這種鐵骨鑄鐵 這種鐵骨是鑄鐵 蠻堅強的鑄鐵 去支撐他20噸重的張力 所以鋼琴跟小提琴有一個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鐵骨 這外面是在鑄 鑄鐵 鑄鐵 壓鑄鐵 上去 所以你看到一般鋼琴 它裡面都是像這種鐵鑄鐵 它其實一開始來的是黑黑的 很不好看這樣